好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股神最近動作如何 大家都對於最近的股市投資 大家現在覺得這麼高到底我應該要怎麼樣出手 好我們來看股神巴菲特他播客下的股東會 你就看出他現在投資什麼最近有哪些變動 赫然發現他賣掉了蘋果的持股賣了13% 然後他75%的持股都集中在大公司 都在蘋果、美國銀行、美國運通、可口可樂、雪芙龍 然後他手中的現金部位可多了 現在現金部位真的是多到不得了 留那麼多現金什麼意思 擔心現在的股市感覺有點居高思維嗎 傑銘哥你怎麼觀察這播客下最近的動作 對因為巴菲特特色 他除了我們說他可能在這家公司 還沒被人家發現之前 他就買進好像比亞迪 要嘛就是你說突然之間有個大利空 他像一個凸硬一樣就直接阻擊 像我們說2018年金融海嘯 別人很慘他可開心很 就到處美國銀行什麼買了一堆 讓他賺取豐沛的利潤 但是現在的情況下似乎 他沒有辦法感受到該買什麼 他並沒有回答 因為他對AI不瞭解 他身上對AI有很多意見 他也沒有去買最新的電動車 像特斯拉 他也沒有買進 其實也都錯失了 所以對於巴菲特而言 他的思考邏輯 還是比較相信的就是 這家公司有沒有足夠的現金流 就是他賺錢然後可以配息 息率很高 股東回報很高 如果這樣算的話 輝達好像以前的本益比 也是要幾十倍 不是他要的東西 那我們更不用說特斯拉 對不起特斯拉他可能連看都不想看 因為他根本不賺錢 所以大家就好奇到底巴菲特在想什麼 結果給大家非常驚訝的事情 是他手上的現金 已經到了將近1800億美金 而且還說還會變成2000億美金 所以他一直在賣他的股票 當然他是滾動式 巴菲特的投資策略兩件事 他比如說要看好蘋果 他第一筆大單買下去的時候 他會這樣定期定額這樣買 現在蘋果已經占他的所有的 股票市值的50% 但是他最近賣了蘋果的股票 好 既然你問這問題 我們就直接回答這問題 你知道蘋果的買賣的價差的稅金 要到50個百分點 但是他的稅金 但波菲特的稅金就有21個百分點 為什麼 對 這是我說美國可能在財稅上面 不同的一個策略 所以當他在蘋果 因為他蘋果總共已經賺了10倍了 那你想他如果有一天出脫蘋果 他要付出多可怕的稅金 所以他最好 趁他現在是21%的稅金的時候 出脫一些 那你出脫完之後 所以是他的財務操作 對 那你知道你出脫完之後 你還可以回來買啊 但是你出脫的部分 稅金就已經付了啊 所以他就考料這個原因 就是說因為他現在的稅金21% 蘋果現在的稅金已經到51% 所以他做了一個調整 好 因為他真的賺了10倍 蘋果他賺了10倍 當時在2013年的時候買蘋果 大家都傻眼 到現在還賺了10倍 其實10倍也沒算什麼 像他比亞迪也是賺超過10倍以上嘛 好 那當然所以並不是他不看蘋果 而且你知道嗎 這件事蘋果 庫克在前面耶 他馬上捧了一下庫克說 到目前為止 蘋果還是我最愛 你知道以前他是這麼講 可口可樂的喔 他說再怎麼樣 他也不會賣出可口可樂 美國運通 他的最愛 但是他這次因為庫克在前面嘛 所以他賣了一些些了 大概賣掉380億美金左右 他總共有持有 差不多是1750億美金 但是庫克在前面 還是講了這句話 比起可口可樂 他真的講 比起可口可樂跟美國運通 我還是愛你蘋果 因為蘋果幫他賺了10倍嘛 所以他也是非常看好蘋果 我們先說明一件事 他並沒有不看好蘋果 好 那他說為什麼 他現金水位那麼高 因為我們要知道 他是保險公司出身的 保險公司 他們會設定最大的收益率 就是5% 他的目標年收率是5% 其實我們知道 你如果去找那種 所謂投資銀行 或者那種私人銀行 你跟他投資 像比如說City Bank這些公司 你就看他們希望規劃 每年報酬率 其實只有5% 所以現在你到這銀行很輕鬆 直接放美元定存就可以了 那巴菲特也遇到這個困境 現在美國利率5% 那我放5%就好 我幹冒險的 現在股票這麼貴 所以他現在確實在減碼 像他去年不是大買石油嗎 我必須說他真的眼光很卓越 他買完石油的時候 油價就大概從170塊 他在170塊美金附近買一桶 後來不是漲到86嗎 我剛剛看他最新的13樓報告 他已經在賣石油股了 他已經在賣了 已經賣了 有人講說他有很多內線 我都相信 對 他竟然可以在 油價還沒上70塊 你知道當時到74的時候 而且他不是也是猶太人嗎 對 那時候到74 是不是以色列要回首之前 有先跟他講 納坦雅虎跟他 有 對不對 他們都猶太人嘛對不對 根據我們治癒的第六感 準 所以你去看他的浮動 他確實很厲害 還有你看當時在買西方石油的時候 那時候油價曾經一度到80塊 他是80塊到70塊買的 他就是這樣子一直買 然後買完之後油價之前 不是衝到89塊90塊 他就出手了 我覺得很有可能 這些猶太人這麼有錢的女人都這樣 對 那是不是中東戰爭快要結束 不過他最近有一件事情 他很生氣 因為他看到一則錄音帶 那錄音帶上面的人就是他沒錯 聲音也是他 說話內容口氣也跟他一樣 然後他說 但是他講的後面內容 不是他講的 他是要希望大家把錢給他巴菲特 他說看到AI造假的情況下 他巴不得 他說他連他的太太跟小孩 都認為那是巴菲特 他說未來AI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他不買回答已經了解 他認為AI是未來最大的詐騙者 他沒有看到什麼 鴻海跟廣達所看到的東西 所以他沒有買回答 但是